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是武遥国桥小书丑 张志勋 我今天要介绍到的书时 《亚生罗平第二集谷牙》这本书 这本书是在说 怪盗亚生罗平在窗户船舱找到一些线索 再请局长、警察、飞行员找出其他线索 不过这些人找出的线索 大多数都是坏人设计的 因为坏人知道亚生罗平很聪明 所以故意设计假线索 让亚生罗平上当 例如 有一次 亚生罗平以为一台车子上面 带着坏人 就给飞行员吴法郎 叫他赶上那台车子 飞机吹到车子时 亚生罗平大喊一声 快停下啦 飞机停下后 亚生罗平敲了敲车窗 车窗打开了 里面坐了一位司机 亚生罗平问 你有看到一位黑衣蒙灭人吗 司机回答 不过已经下车了 飞机 亚生罗平又问 在哪里下车的 司机回答 马亨春 亚生罗平马上又给飞行人 吴法郎 叫他马上开 把飞机开到马亨春 如果 虽然亚生罗平很聪明 不过还是会上当 两亿法郎的遗场 造成许多人相继被杀 凶暗现场留下了许多虎牙咬过的东西 难道凶手是老虎 还是上有虎牙的人 全难疑云重重 令人秉息 如果你想知道这本书 最后的发展 想知道亚生罗平如何抓到幕后凶手 欢迎到五寮国小图书馆建阅这本书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小书虫张红达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书是 奇之妙想 尖导科学这本书 观众朋友可以幻想一下 如果你走进了一个 全周景物都是当于这个地方的话 那会怎么样呢 故事是这样的 南瓜島的居民因为传染病 而派小碧和秀秀多虎牙 走进魔王城 向魔王来取料场 小碧秀秀和多虎牙来到了一个 全是灰色的房间 他们发现房间对面还有一扇门 打开之后 房间的颜色变成了红色 然后是蓝色的房间 接着是黄色的房间 这时哆啰啰发现 每个房间虽然颜色不同 但四周白色都一模一样 所以很确定他们一直都在原地打断 不过小碧却觉得这是某个怪机 我认为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 我爱幻想又爱做科学 当我看到这本书的书名和封面 可爱的图案子 就忍不住翻看起来 发现里面有很多 超越现在科学的事实 因此想把这本书介绍给大家 有兴趣的话可以到 竹子馆街这门 提寺庙讲颜导科学的一到二 以上是山中小书丛 张志军张宏达的介绍 谢谢大家